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 王燕新 男21岁黑龙江人 北京东方管理学院 研修学院 本科金融学专业 各位报导好 图了老师好 我叫王燕新 今年21岁 来自黑龙江 一直生活在北京本科毕业 毕业之后有三份工作经验 我的求职意向的话呢 是那个风险把控师 以及销售经理 谢谢大家 北京东方管理学院 研修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是属于民办的那种 这个学校学费贵吗 挺贵的 那你的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 还好 爸爸是做仓主物流的 妈妈属于待业 目前帮我带孩子 我们都结婚了 你才21岁 我实际年龄是95年的 然后属猪 但是我打小在北京长大 原来是北京户口 然后在06年的时候 户口迁出黑龙江 然后的话 当时也不知道 父亲怎么安排的 把我年龄缩短了 把你年龄缩短了多少啊 我那一下没算过来 四岁 将近五岁 我的天哪 那现在毕业多久了 我算一下 我这搞不清楚你的这个时间了 四年 四年 你四年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跟我们说说 第一份的话是去了某一家公司 前期是做教育 是三到十二岁 北美外教一对一的少英语 前期是做的销售 然后它的单价是从3980到2万多不等 然后平均每个月的话能达到15单左右 然后也差不多大概在30万业级左右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差不多每个月能拿13000左右的工资 对 然后从然后后期的话 我就直接因为我是有一部分这个运营经验的 包括项目管理经验的 我们教育行业的话不单单是靠先上的 先下也去可以双结合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 也可以跟同行业的 就是说个人跟个人同行业的进行互换资源 因为你有可能说你销售你OK 你不是很流利 你把这个资源浪费掉了 那OK换作我去打换作我去弄 有可能他会 这个客户会对我一向更高 然后呢我会用就是说人的一些心理嘛 然后去抓住他的一些弱点去攻击他 然后就让这个客户到最后跟我承担 去攻击 攻击谁啊 就是抓住客户的心理 然后呢 解读客户的心理 然后呢去跟客户进行交流 攻击客户啊 就是给了一个堂嘛 然后就好比说正常来讲 做销售嘛 给了一个嘴巴的这个堂吃嘛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描述事情 描述得让人心惊胆战 朋友对你的评价上面写的是 老油条 对 性子直 工作狂 是这样吗 对 是的 你看你朋友的这个评价其实是有矛盾的啊 一般来说老油条不太可能会是工作狂 因为老油条都是很懈怠的 不会努力工作的 但你又是老油条又是工作狂 这很矛盾 其实老油条的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 工作当中重要的事情肯定不能偷懒 但有可能说不重要的事情 有可能会偶尔的偷下懒 对 我有个问题啊 严馨 是这样啊 那我看到你在之前的公司 你的薪酬是13K 但是呢你对于找新工作 你要求是要15K 那你要换新的工作 是靠什么的支撑 你要多涨这2K呢 呃 其实我的话 如果说按照要求15K的话 是这样的 涨的那2K的话 实际是我目前在学习 目前我自己在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好比说我现在目前在听一些 产品经理的一些课程 因为我是在不断地自生 不断地提升自我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 我会在下一个 好比说就是咱们黑动物资本的话 我会进行一个 呃 整体的一个改变 然后呢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 状态的一些改变 包括对公司产品的一些方面 对 然后的话我手里 其实有一部分客户的